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呢 所以很有趣 然后我们做的工作呢 不管是传播啊 或者以前做过媒体啊 等等一路以来 又有一些接近 所以这个王文华是很值得 跟我们一起来man's talk一下 王文华你好 我中文哥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大家可以注意到我戴着口罩 我想先把口罩拿下来 跟大家问候一下 业明镇深 业明镇深是王文华 很抱歉 因为我最近有点感冒 所以为了保护工作人员 我还是把口罩戴上 刚才讲说很不一样 听你的开场就觉得不一样 你看你 我中文华 我中身若红中啊 我今天也是这个过敏体质 现在鼻子不知道怎么搞得过敏 所以声音有点雅 以前就过敏吗 没有 我现在我用好几个 我可以好几个地方发音 说话的话 我还可以脑门发音 模仿很多人 我是王文华各位好 我们连一个地方发音都不清楚 您还可以好几个地方发音 厉害厉害 刚刚这一点我们也不一样了 你做事是 我进做广播啊 或者是国外什么人来访问啊 或者书展啊 或者座谈会啊 你每一次都非常非常仔细 听说你做广播 做一个广播 做一个节目 你要花个四五个小时准备资料的 我就是improvise 就是看看资料 用感觉做访问 improvise improvise好处啊 能够抓到一些天上飞过的流星 那我这准备的这一套 有时候不太靠谱 会太僵化了 可是可是你很特别 我觉得你看啊 你是我是讲说 各位知道王文华 是应该是五六年级生 这个主流价值路上很重要的人 读建中 读台湾外文 然后呢到Stanford去读NBA 然后又到纽约东京做事 国外公司 回来又做MV的董事总经理 还做这个博伟吧 那叫什么迪士尼公司的 迪士尼 又做外商公司 所以真的是高学历 英文也拿过奖 然后辩论也参加过 也办过杂志 然后还会讲法文 五六年级生 像这样活得应该很快乐 可是你说你活得不快乐 你讲这些都是上个世纪发生的事情了 我听你讲 我觉得罪过罪过罪过啊 现在快乐吗 现在比较快乐了 最大原因是跟你结婚 有孩子的关系 就是完全就是这个原因 通常结婚会让人比较快乐 只不过我不知道 我太太有没有变得比较快乐 这是一个很大转折 你是你从那个蛋白质女孩 写到2018最后的这个单身 最后单身的一年 活单身的最后一年 所以你单身结束才六年 六年 2018年二次对六年 所以五十几岁开头才结婚吗 才开始觉得自己活着吧 那你活得五十知天命了 你五十才结婚 糟糕太晚来不及了 这个你的同学朋友 或家里的压力也多少会有吗 你那为什么那么晚结婚呢 是太爱自己还是 我觉得这当然是原因之一 我觉得晚婚的人 可能多多少少都太爱自己 于是融不下一些空间 就是爱别人 但是呢 爱自己也包括爱自己的欠缺 所以到了某一点 你会发觉 哇原来我是有这么大的欠缺 为了爱自己 于是想要填补那个欠缺 然后发现 哇人世间除了自己 还有很多其他美好的东西 于是开始去追求 那我真的是一个最糟的案例 大家千万不要学我 我如今也深深后悔 那我希望大家看 不要把我当作一个模范 把我当作一个警惕 可是你年轻的时候 不管是读书啊 各方面来讲 他自己做事情 你很有主张的 对不对 一路有主张 可是对真正的自己的了解 可是真正的自己缺什么 最大那一块 就我了解的比较晚 那个主张坦白讲 人生有很多不同层面的主张 工作 学校 学历 这些的主张是属于一部分的 就像你在学校的学业成绩一样 人生的主张 包括你什么时候要结婚 组织怎么样的家庭 谁是对的人 这是需要另外一方面的智慧 那是很感性 这一些智慧 我是很吻熟的 你说过一句话 你说 什么这个大东西是你很感性的 小事物是很理性 是不是这样 对 那大东西感性的应该就是浪漫 然后找出对象 人生的真谛 那小事情就是 你就像说谁 你在学习跟很多东西 是小事情就变得很理性了 你现在觉得那个大事情跟小事情有没有变化 那当然有变化了 过去觉得大事情就是说 哎呀我要写书啊 我要做节目啊 我要改变世界 我要影响别人啊 现在发觉 其实这不是真正大事情 因为 郭忠哥 我走了这50多年 您也走得比我长 我发现 最后真的启发了谁 影响了谁了 可能屈指可数 但是呢 真正在乎你的人 你的老婆 你的孩子 你的父母 其实才是人生中真正重要的大事情 所以我在满晚才了解人生的优先顺序 但是我希望加进脚步来赶上我错过的东西 那你的文学跟你的写作会去发展这方面吗 那当然 会反省你的错误的东西吗 你多久没看到我写风花学院 蛋白痴对孩子的东西了 我现在写我的母亲 写我的老师 写我的小孩 写我自己心理产生的变化 我看你在联合报专栏 很多是抒发是从感性回到理性的部分 比如说我前几天写了一篇 叫最遥远的七公分 是描述我一个老师 他九十几岁中风 台阶什么 厕所门槛的那七公分没有办法跨过的 你七公分是很微小 但对我现在人生就来 我觉得它是一件大事 怎么样 我跟我的时代 以及我的长辈 我们去跨过那七公分 进入人生下一个阶段 进入长照的领域 是我关心的 可能十年前我都在写风 王文华学院现在我写最遥远的七公分 可是呢你这本书 《黏土爱积木》题目非常感性 内容都讲AI的 你还是很矛盾吗 王文华 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矛盾 没关系 我们也访问你 如果大家都知道 王文华其实也不是像 他教课或干嘛 这么什么事情都是一二三四五 他也有很多矛盾 大家也平衡一点 非常多 要不然你的学历各方面 台大外文 然后有Stanfer 你让很多人觉得在你后面追跑 那些都是假象了 也不见得是假象 那些50%是假象 但是到头来 我觉得价值观是相对的 那些可能是很多人认为重要的东西 但是坦白讲 今天2024年的3月11号 我坐在这里 那些对我的意义都非常有限 我现在跟你讲话 我除了看你之外 我在看这个中 哎呀 我小孩现在到底有没有准时吃饭 有没有胡闹 妈妈喂起来会被特别吃力 你接着访问就认真一点吗 当下 想你小孩 我也是个小孩 老小孩 你先关心关心 我跟观众 我关心关心 你吃饭 有没有关心吃饭 你管我 不过你现在说起来 你的重心就变成家人了 是是是 这跟你父亲过世有没有关系 那当然 我说我结婚之后才开始自己的人生 另外一个我常用来做的时间点 我父亲是在2000年过世的 我觉得2000年那是我已经三几岁了 但是我从我父亲过世之后 才真正变成一个男人 我觉得30几岁之前 我比较像是一个男孩 现在30几岁 就看起来很年轻了 是啊 这好像不太能用时间来分 我觉得还是那个过程 父亲过世 当你生命中失去了一个 你真正在乎 而且永远没有办法 再获得的一个人 你爸爸是君人吗 对不对 对 他严不严格 他其实是非常非常开明的 所以我从小做什么选择 包括我高中成绩很好 我说我念文组 他就那你问文组 我大学念文组 我说我要出国学商 他说你学商 我说糟糕 这个学费很贵 我付不起 他说没关系 我们一定会用家里 所有的积蓄来支持你 所以他从来没有 用一个军人的方式管教我 所以你并没有那种 patriarchy 那种父权主义下的长大 对不对 没有 完全没有 妈妈比较严格 妈妈比较严格 我小时候在电脑玩具 打电脑玩具 然后他就从旁边经过 他没有立刻把我拉走 他瞪了我一眼 回去之后再打我 这个跟我们成长的环境很像 都是母亲表演 父亲反而反而松 在这种情况之下 说你父亲走了之后 你会不会觉得少了什么温暖 或少了什么东西 或少了一个童话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少了我自己的一部分 因为相对来讲 我的个性跟我爸是比较像的 就是比较温和的 然后比较柔软的 等于说我完全继承了他的个性 那当他在我三几岁初期就走了之后 我对我三几岁之后的人生 就失去了一个楷模了 对对 跟我这部舞台剧 这个谢大收看 讲的差不多 就是你没有role model了 我父亲是60岁左右 60多岁走的 那60岁之前我知道他是村长 到处热心服务人 六几岁之后一个男人怎么过日子 我要自己跟自己学 对对 当然我会去问我妈妈 爸爸在我这个年纪做了什么事 但是你爸早昏了 早结婚了不像你 对归根究底是这个结构性的原因 OK 不过你是一个很微妙的人 你看你是NBA算是你的这个所学 外国也是你的所长 那文学呢 又是你的底子 就是你又喜欢文学 然后你有国际观 所以很多东西交错在一起 对你的思想 教科的时候叫国际观 然后自己就NBA所学 然后文学底子 从你小时候就有 要写东西 这些东西构成来讲 对你也丰富 也负担 也有趣 也麻烦 会不会 它是一群血肉模糊的东西 我不知道该怎么定义 但对我来讲是非常真实的 我不太会去严格定义 说我今天做的事情是商业 或是文学 或是戏剧 我一直以来的热情 就是说 希望我说了一些话 做了一些事 写了一些东西 能够给别人一些启发 让别人觉得 哇原来世界有这么美好的可能 原来人生还有另外一种选择 如果别人从我的作品中 看出这些东西 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你说法来讲 觉得你哪一方面 给别人启发最多 是你的 你读书的当中 Stanford 换句说累积的这么多国际经验 或者是这个 做器官 做行政 还是你的文学作品 还是你的感性 还是你在主持节目的时候 调理分明 口才便起 我觉得以上都是 就因为我过去 有这些不同领域 文学 戏剧 广播电视的经验 于是当我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能够很迅速的抓住他的精髓 然后我能用一个 大部分人可以了解的方式 去表达出来 让别人也立刻了解 还有30秒 那对这些 你启发别人的事情 你会很满意吗 还是很愉快吗 还是很自恋吗 还是觉得很舒服 自恋都没有 我觉得是愉快会满足 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个圈圈 让世界多了一点美好 不是自恋 有没有一点 现在没有了 50岁之前也许有吧 好 休息了 马上回来 可爱 会东西太多 所以你看我们在广告的时候 这个影片人还继续在录 对 现在就是这样 会东西太多 会不会太麻烦 就自己要去无存经 像你讲的 你看那本重启人生 他不是说吗 反正年纪越大 就开始消消消消消消 把自己多余的东西把它消掉 通过不太一样 因为你呢 你真的比你做每一样东西都比别人更认真 可是这个是真的全部兴趣使然吗 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你的生活面向 因为你的生活面向 在那文学作品里面可以看出部分 可是有些是看不到的 就是你 你真正那个 你当下有孩子 就家庭最快乐 但一定还有别的东西会让你 inspire 你觉得很快乐 对应该不是那个结果让我快乐 就是说今天假设我深入研究这个东西 只有结果不好 当然会有些失落 但不至于让我不快乐 但我觉得那个过程中 把每件事情搞清楚 装到他的灵魂 会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满足 这个还蛮好 在过程中满足就很过瘾了 因为你是不会永远不会亏本的生意 对 因为你就走过这个过程 结果不重要 是是 结果当然也重要 因为结果要做得好 才不愧荷包 不愧荷跟你一起做这些事情的人 但是 那个有时候没办法控制 能够控制就是在过程之中 你永远百分之百 然后把心跟灵放进去 所以你分不清楚哪一个这几项里面 哪一个是最喜欢的吧 我把它融合在 对我来讲没有好几项 对我来讲就这一项 那别人 就是王文华的会的学问 就是这些东西 提供给大家的服务是这些 对我能够带着大家在这个混乱巨变的世界中找出一些条理 然后用一些方法继续往下走 蛮好的 我觉得台湾有你这样的人蛮好帮我们整理很多东西吗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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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服务业 服务业 这个是一种服务业 完全是一种服务业 我们都像我也是做服务业 娱乐业也是服务业 我是给大家看看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从当年我们做台北好好玩到现在 二十多年始终如一 台北之一的时候 对啊 你不记得吗 当然 大家好 我是王文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今天我们邀请到民作家 民老师 民网络媒体者 民主持人 王文华 王文华是五六年集成里面 主流价值度上留学 书读的好 外商公司等等的发展 但那段时间他说他不快乐 经过这么多岁月 五十几岁了 结婚 有孩子 又重新体会自己的人生 他这个说五十之天命 慢慢了解快乐啊 是怎么或是怎么慢慢的体会 然后我就说台湾还蛮需要你这样的人 怎么说 你有很多底子吗 什么不管是MBA底子 外文的底子 文学底子 国际观底子 你上课 做网络媒体 来服务大家 很多人大家烦的话 就听听看王华怎么讲 的确 我觉得我这服务业做的蛮开心的 对自己可以养活自己 对不对 也可以跟别人合作 所以很多人 你也写专栏 很多人会请教你一些问题 等等等等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最大的成就 然后在别人请教你的过程中 你会发觉自己跟别人 特别是年轻世代的人 不同的关联 他们的观点会刺激你 做一些新的想法 所以不止在领域方面 我觉得我是大杂会 我觉得在世代方面 就是50岁的观点 40岁的观点 30岁的观点 我也把它混在一起 所以你说我到底在做什么 有时候讲不清楚 但是王华的观点 就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这就是我会的东西 这是我讲的东西 很多人可能完全没有感觉 但是有部分人 就会有比较深刻的感觉 你这些融合观众之后 当然另外一个是 现在你的家庭快乐 有孩子 有妻子 你融合这些东西 你第一个观众 或听众 会不会是你老婆 我的老婆是我最远的观众 听众 她对把这本书 拼拼的一文不值 所以让我出版的时间 延迟了一年 这本书呢 王华想服务的是AI AI时代 人类如何胜出 叫年土爱积木 为什么叫年土爱积木呢 我觉得你现在就是 把理性感情放在一起 这个名字 跟这个书里面讲 都是AI的东西 是是是是叫年土爱积木是跟你孩子有关啊有关啊有关啊有一天 他几岁五六 他几岁四五岁 他喜欢玩不喜欢收缩的孩子都这样啊有时候我哄他睡完了之后我自己才跑出来帮他收东西啊收东西累了我就自己自己收缩睡着了发现背上怎么卡链的东西拿出来哎呦一个年土一个硬掉的积木 然后我突然恍然到就像我中哥刚才讲了这完全是理性与感性的象征啊黏土是什么 像AI这些东西他是经过网路上大量数据训练出来的 所以他就像乐高黏土这样一个一个给有固定形状堆叠起来 对对对对对对他可以堆叠得很漂亮 但他毕竟是有固定形状堆叠的人是黏土捏的你看王宇宙捏出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好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他一样他还在持续的捏所以当下我想到在AI时代人应该怎么走呢就是黏土挨积木我很惨我都是捏出来的我没有积木我我我我没有我没有积木在里面你们最大比较好尤其你有努力所以积木跟黏土都混在里面哎那那更好啊看不出来才好如果黏土积木都看得出来 像我这样的那道性太低了哦有意思哦黏土爱积木是这个道理是用黏土来形容人的原始创作原始是积木等于是AI现在artificial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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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的对对出来的那我觉得你这本书的祈求是希望大家对AI最起码啊不要排斥也要跟他学习因为这个时代就到就是爱嘛对我看那个什么我看那个日本岸田首相他们就成了一个AI国家战略 AI国家战略团队还有这个东西对对对对对这我不知道我我这边有个有一个照片啊就是一个简报的照片我觉得人家就是说因为你也知道你看你知道也知道日本当年做要做半导体被美国压抑是是所以现在日本很多企业他很多的AI东西是可以外包给别人做的啊外包给别人做的 像他最大的第二个最大的公司KDDI嗯他很多东西就是外包给台湾的KK comedy去做嗯嗯嗯等等这个就对他国家来讲他他他他他他他极了赶快成案成立这个AI国家的一个团队啊对台湾就是数位发展部嗯嗯嗯对可是AI国家战略团队你听起来他就是要朝面发展嗯嗯所以AI以后未来有多重要嗯嗯嗯等等等等 不只在国家层在个人的层次也一样重要对对对对对我也相信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说有部电影叫做周处除三害嗯啊我就打进AI嗯说为什么周处除三害嗯这部电影台湾好软金天拍的啊为什么在大陆会红啊他的解释是因为中国的观众可能会对历史题材表有些这个这个积木就错了是是是他就没有连途周处除三害是借一个 那个古兽的一个预言故事嗯来做现在的一个所谓的真型的电影嗯嗯所以这就是人要去爱AI的原因就是爱不代表你完全接受他的一切但你要熟悉他运作的方式嗯嗯然后当你发现他错的时候你要能够修正然后同时庆幸自己有一些AI所没有的能力嗯比如说人性独特的一些感情或是创新或是判断等等的所以这本书写的就是说在AI时代怎么样 我们在拥抱AI之后呢去弥补AI目前仍然搞错仍然不足的地方讲一个大家听众朋友比较了解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写剧本好哎来啊啊写一个剧本呃是爱情的爱情人我们把这个元素丢进去让AI处理比如说呃男女或者是然后有父母然后有宠物嗯然后有外星人嗯嗯啊然后有冰淇淋然后有狗嗯有有有有王文华啊就什么丢进去他自己会拉出一条故事 对可是这个东西就算出来了如果没有个人情怀进去他可能还是不好看没错没有创作的情怀事实上我做了一个实验我把我写过一篇文章将我妈的叫做三件九十九元丢到AI里面请他帮我编辑嗯好那这篇文章是讲说我妈很省啊嗯喜欢买三件九九块的东西嗯然后他帮我编出来结果我两者对照一看啊我真庆幸我身为人AI会把你文章改成怎么样呢你还在烦恼母亲姐要送 你什么礼物吗让我告诉你有以下的建议他中规中矩对对对对不会出错对但是我原来写的是说啊妈妈常常帮我倒垃圾我的垃圾和我的理想都被他从垃圾桶中捡了回来嗯但AI没有办法了解这些比喻对没有办法了解个人情怀嗯AI非常在资讯的层面上能做得很好但他在感情的层面上现在还非常的稚嫩可是人类的机会你置入之后以后他就知道懂得王文华的东西了嗯他以后就是 请你可以这样打请用王文华的口气形容三件东西多少钱的妈妈购物行为没错他很快就会这样他很快就会比我老婆了解我哈哈哈哈所以他自己会学习的他会学习所以AI的世界是太太太久远了以后还有很多事情好休想妈妈过来对那这就是可怕的地方可怕的地方他他再过两三年也许这种善体人意的能力甚至还超过了 再加上他有时间善体人意人没时间以后你输出他说你是王文华让我告诉你对现在已经可以了可以了现在你愿意把你个人资讯贯进去的话他就依照你个人资讯帮你建议菜单啦好帮你安排坐车到哪里啊对好那这当然只是生活的事情那情感的事情你再跟他倾诉的话那那不得了不得了这个世界以后不得了啊会不一样会不一样绝对不 很有趣啊嗯现在最大话题就是AI了吗你看就短短两年还不到两年缺GPT了11月到现在不到两年一年半2022年2022年11月对当然他事前酝酿了很久不过跟大众他是他是跟下期开始是啊其实那些都是AI那只过下期我是是不是缺GPT的公司那也是AlphaGo说他公司开始吧那家公司叫DeepMind对 他他他开发了AlphaGo就赢了人类的骑士嘛对不下期比较没有情怀了他还是有那种strategy而已就是但是现在ChurchPT已经有情怀了有有有有他可以告诉你你呃我我我我联考失败了我怎么办他是会先说你先不要难过哈慢慢的来想接下来下一步怎么样你的老师都未必会用这样的口气跟你说话哎世界变化太快嗯这书中已经一个案例啊已经有人做研究就是 你在网络上跟AI征询一些医学的尝试你得到回答比真人医师给你的回答更具有同理心嗯哦还有同理心啊同理心他都比因为他会把一些同理心的词加入到他的让你温暖一点 嗯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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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汉运中欢迎收听的我是说哪里了我们邀请到名作家啊明网络媒体者啊很多温暖的网王话你最好的好处是说 你理性跟感情融合在一起 而是一直不在乱学新的东西 在你的这个网络媒体叫什么 什么创新拉特 这是我做的一个网络媒体 然后跟大家分享世界很多企业 或者一些东西 Pioneer进步的一些状况 等等等等 所以你出版出讲现在最流行的AI 叫做黏土爱积木 好的意思就是说 黏土就像人 我们都是捏出来的 积木就是机器所做出来的 所以这两个东西冲击在一起的时候 可以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这点你解释是最好的 不过你人生很愉快一点 说你所有新的东西都会去想学 对不对 对都会想学 会有资讯恐惧症吗 如果要问你一个东西不懂 会不会很惨 我就倒不会恐惧 就是说我就选择几个领域 你问我医学最近的发展我也不懂 但是你问我不管是企业的创新 或是科技的发展 这方面我就很有兴趣 可是母亲最近是你不好在住院 你也不会去问母亲住院的时候 你在旁边看书 也对医学开始有兴趣了吧 那当然比如说对于认知功能的退化 这件事情就会特别有兴趣 也是从小对任何不知的学问就很好奇 但是比较喜欢一些有没有大取的取向 当然你喜欢文学了 还有公司管理 文学电影艺术 后来因为我开始念企业管理 就对企业管理产生了国际趋势 那后来又对企业管理中创新这一块特别有兴趣 然后我说这些都好像意思AI以后都会照顾到各个层面 所以应该是从小开始这种概念就开始慢慢的 像我们这种快70岁的人 对AI也要稍微的了解 你看你以前要有学费进好的学校 有关系才能够学习 现在不用了 任何人用AI就可以得到程度以上的学习 所以它的确是一个世界大同的工具 对啊 如果活在以前 如果你活在以前 这个时代的时候 你会想去读建中去读台大 还是自己这四学呢 对你这种人来讲 我觉得两种是不同的学习方式 建中台大这些地方给你一个结构性的学习 最重要的它让你认识其他的同侪 社会性格 社会性的学习其实是意义最大的 你说课堂里学的东西呢 坦白讲你真的可以在AI学到 但是人与人之间学的东西呢 哎呀那真的是要轻赴战场啊 可是AI时代以后 人其实从现在work from home 在家可以工作 远距教学 远距医疗等等 其实人的接触应该会越来越少 没错 不用讲AI之前 疫情来了 大不都变这样 对啊 社会性格跟真的是越来越少 但是你有沒有发现 虽然社会接触变得越来越少 但我们越来越珍惜人与人之间实体互动 我说我们四年没见了 今天在一起 我一听到你 我是王 我是 那身弱红中的20多年来的回忆都来了 这样子吗 好 那是我在看YouTube时候 看不出来的东西 那是我在听这个广播的时候 听不出来的东西 就是人还是要见面 还是要见面 看着对方的眼神 感觉到对方微小的肢体互动 有一些感情 就有一些信号 就会这样传达出来 可是我们刚才讲 这个所谓的ChairGPT开始 等于是说两年前 对不对 开始这个人工智慧 以前的人工智慧 大家知道 这个ChairGPT让大家广泛开始使用 普及了 刚开始他的公司也是 就是跟那个 跟人比赛下下围棋 对对对对 可是围棋其实都是战术 看不到对方眼神 比较没有情怀 他是一大堆战术在里面 对不对 可是现在AI 他发展到现在这样子 他不敢跟你对话或干嘛 已经开始有情怀了 其次情怀 这书中提到一个案例 他说有一个医学团体 做了一个统计 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在网路上 输入一些问题 请AI的医护人员回答 对不对 他说这些AI的医护人员 回答出来答案 被评估比真人医事 回答出来答案 更具同理心 你没听错 不是说他知识更正确 而是更具同理心 他这个累积是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确计比你这种东西 是累积全部知识 会预录 然后他自己在学习 是 学习完之后再运用 没错 所以是不是他在学习这些东西 他学习这种东西的时候 任何咨询进来之后 他真理是 他会自己处理的 比较和善 比较温柔的去 去把语气调成成这个样子 他把所有同理心的智慧 都记起来了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 这样子一定很沮丧 所以有这样子的情绪 我了解你 这些字词 他统统记起来 在他的回答这个过程中 他就会善用这些字词 于是他的回复 就感觉比较有同理心 可是他对人不一样 如果他比如说 对某一种人 我就不要你同理心 你直接告诉我答案就好 你哥哥少 这一套 你会觉得他啰嗦 这样可以输入 假如我输入我的 输入我的这个 以后再未来输入我的资料 说我这个有点忧郁 最后人让我讲是你不要忧郁 事情都会过去 你告诉我方法就好 对 他也会这样处理了 未来 现在就可以 现在AI已经可以个人化了 好 Chat GPT 他有OpenAI这家公司 有个新的产品叫GPTS 就是说 你可以依照你个人的习惯 客制化一个GPT 如果你喜欢直接了当 不要废话 他未来回答你问题 就用这种方式 如果你喜欢温柔的对待 他会用你喜欢的方式 所以现在AI已经可以个人化了 OK 这是一个顺序的问题 就是人的所有的发想 还一开始感性的 才进去找东西 对不对 那要不要反过来讲 比如说 我做节目 我说到哪里 我现在已经访问三四百人了 对我来讲是很有趣的累积 听众朋友也可以 给我们一起学心动的对 心东西学人吗 等等等等 学各种人的不同想法 那我是不是可以上 上这个那个所AI 比如说 JGP说我把节目告诉他 我喜欢访问台湾的人 或国外人都没关系 请列出 接下来我要访问的人 完全可以 这非常简单 对 然后我再 把我的情怀放进去说 这个我可以访问 那个我不愿意访问 这个我先访问 这个对不对 他下次就预测的越精准 越接近你的需求了 而且他可以进一步 以后 把你 预计问的问题 全部帮你列出来 你会发现 跟你想问问题还真相 对 可是我会 这样会损失很多东西 我觉得 我就会 花了六十几年 所培养的灵魂 会越来越毛 会顿掉 stunt 会顿掉 当然 所以事实的喊停 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我们做 因为教人家 这本书也教人家 事实的翻译 当然了 这个最后一篇叫做 人生的平衡幕 是从奥运的一个比赛说写 就是你看平衡幕 是一个很简单的 很残暴的运动 一个运动员要在平衡幕上走 还要跳 然后有些教练很残忍 他会在下面丢东西 所以我最后再写的就是说 经过这所有的一切 最后我们应该怎么样选择 在平衡幕上上去或下来 那也是一个智慧 马上回来 对啊 所以这个很有趣 你想的是还蛮周到的 所以这本书基本上 基本上是 也是一种inspire 启发而已 对 对 就希望能把各个方面 所以你看他分创新 你这个没有在其他专栏写过 就是还是 也有一些有发表过 但是他最后融入到这个体系之中 对 所以一开始可能讲 个人的创新 然后到谈领导 然后最后进一步谈感情 就是跟人生比较有关的东西 对 你的还是蛮完整的 读书还是很重要 我觉得你们的会读书人 我现在 我如果人生 当然人生也不可能出来 也不希望重来 可是如果真的想起来 不过真的没办法 我喜欢东西太清楚了 从小就太清楚了 这是福气啊 从小太清楚了 其他东西不是没有兴趣 是我宁可大量花时间 去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还有好多东西要玩 不能一天到我学习 每个人人生情调不一样 像我这是杂学嘛 不会 那你就专一 我觉得你现在的累积 写东西的东西 我看这本书看 我觉得 我觉得东西还是要被活用 活讲 对 所以其实写完了之后 测试一下自己能不能把它 清楚的讲出来 就是一个活化的过程 因为写是一个脑 讲是另外一个脑 人家听不听得懂 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们测试一下 看这个节目的听众觉得如何 对 所以他一边录一边讲 所以在广告的时候 YouTube观众看到基本上就是 休息的状态 就尬聊的时间 尬聊时间 蛮好的了 访问点人 回忆点事情 想点 我都在做访问中想事情 想 你们的脑袋里面 想什么东西 那么多人做这一次 刺激很多的 大家好 我是王文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要请到王文华 王文华大家不陌生 会很多很多东西 书也读的好事 也做的多 又在这个国外媒体 各方面做过事情 这五六年级生 所谓的主流道路上的价值观 可是现在 有孩子有妻子 然后 还是距离在学任何的东西 还开了一个网路媒体 最近本书叫 粘土爱积木抓谈AI 不过我觉得 你还是蛮好的 读了这么多书 到现在很多东西融会贯通 整理清楚 做服务业 告诉大家一些事情 而且还把它说的 比较清楚简单 而还从生活层面 跟国际的层面 一起去解释 这还蛮重要 读书还是很重要 活着更重要 我觉得 我在结婚之前 跟结婚之后 我自己发觉 我的写作也有改变 不知怎么看 看结婚之前的文章 还是比较像在表演特技 希望能够卖弄 或炫耀一些 不管是在文笔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可以这么说 但结婚之后 尝到了人生一些 真正的甜美跟苦果 先谈结婚之后的苦果是什么 结婚之后苦果 我们要开另外一个节目来 简而言之就是 请大家多多看年图爱情 尝到了一些人生的甜蜜 跟苦果之后 我觉得那个文字会落地了 更踏实了 然后在地上挖的更深了 所以我觉得人生 对于写作是很重要的 活得越深就写得越深 对啊对啊 看你的东西 现在真是看你一路以来 一路以来的变化 像我就看的比较多 照你大概的相对性的体会 如果说你到了一个阶段开始 真的是 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尤其你现在接触这么多东西 所以你整个在 你认为你的学习过程 是最快乐的 看到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之后 然后你慢慢去学习它 然后再把这个东西提供出来 给反足之后 再给观众啊 听众啊这样的 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 你每天都在做这个事情 孩子这些主题 大概是我学习过程中 少有的挫败 孩子 带孩子不好带 当然 现在孩子人家有种讲法 我不知道了 现在小孩子 大概生下没有多久 就会花手机 这是不是人类的 你怎么知道 看也看得到 这是不是人类什么 DNN的残存记忆 还是怎么样 这就是贾伯斯厉害的地方 从人类学的角度触及到人类的本能 除了手机之外 包括这世界变得很复杂 也是原因之一 他们在学校接触到的同侪 甚至四五岁就可能会碰到一些霸凌的语言跟行为 都让做家长有新的挑战 这些是从小到来没有人教过我们的 所以我们就是进三步退五步的在学习 难度是比我以前学任何其他东西都要高的 你现在等于你的还等于是外星人 对不对 完全是 对你来讲 你跟他差五十岁左右的话 他已经在未来 他就是外星 他们以后一定是太空旅行 他一定是各种面对状况 跟我们大概没什么经验可以传授 对这个是太晚结婚另外一个坏处 就是你跟你孩子的年纪差距越来越广 你必须要加倍努力 才能略微拉到他们世界的尾巴 以至于跟他们有一些共鸣 你放心了 你绝对看他长大 那没有问题 可是有个问题 其实AI世界对中老年人来讲 现在不是那么友善 这是我们所碰到的问题 我相信听众朋友中 听我广播的也有些中老年人 包括甚至青年人 有些AI对他也不是很友善 会排斥 会害怕 但是我觉得要好好用他 就让他们写文章做事情 先问他 就发觉他不见得比你聪明或怎么样 当然他提供一些基本知识 对 对不对 AI是有门道 他提供你基本知识 但是人才有味道 原来基本知识上 好厉害 我就想办法去了解AI跟人的差别 所以AI有人门道 人有味道 AI懂得表达意义 人懂得表达诗意 这是有差别的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年轻人或中老年人 看穿了AI的本质 然后挖掘自己的优势 还是可以藉由AI活出一个美好的生活 人家形容王华 就是说你做事情的理论基础 条理分明 然后层层堆底 结论都很完整 可是我觉得在未来 我觉得在未来 你先讲这个东西 可能对AI来讲 你先把这个舒适 他可能讲说 你侮辱我 你怎么知道我的未来会怎么 你怎么会知道我以后没有 这没有人知道 这就是活着有趣的地方 我羡慕你的工作 你看每天能跟这么多人 去探讨这未来世界可能性 我是我懂得很少 所以也会经常念白字 说白话 但不重要 我觉得你们都比较厉害 请你们来跟大家聊聊天 对 这是很好的 能够提到你们这样的人 等等 我不应该算是AI 我应该算是 我适合做这个事情吧 你老卖老 卖老皮的 光是这就不知道 多少人 坦白说我的同侪 很多人到现在 也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事情 坦白说 就算你知道了时代的变化 也会打你一巴掌 让你必须重新思考 我真的适合做这个吗 怎么我适合做的东西 已经消失了呢 或者我适合做的东西 AI现在已经比我做的更好呢 于是你又必须重新诞生 重新再去寻找一次 不过每个年代 有每个年代的烦恼跟优点 我们那个时候的烦恼 就是资讯太少 四年纪生 在南部 嘉义 霍眷村 对 可他优点呢 他就是幻想力特别丰富 他就幻想台北是怎么样地方 到台北看到中山北路车子这么多 这就是国外 你有很多幻想的能力 可幻想是一个创造很多东西 很重要的东西 是 是本能吗 你看幻想发生 发明过火 对不对 对 可以发明很多东西等等等等 发明是可以创造任何东西 都是从零到有的 这就是我们的优点 不是以后小孩子 像你的孩子会失掉什么东西 你都看得到吗 其实这我忧虑的一点 就是说当资讯已经这么多 他压缩到了幻想的空间 我好奇有一天 一个完全有AI做出来 电视节目会是怎么样 会像我们小时候 看伟宗哥做的节目 那么有趣 那么生动 那么不可预期吗 其实我会打个问号 现在编剧本 其实或者你先看Netflix 看OTD平台 很多 不管是Disney Plus 其实很多故事差不多 就是爸爸 像你这个老爸爸 生了孩子 孩子以后受欺负 或霸凌 在泰国失踪了 你以前是当兵的 你当几年兵 两年 两年当很多 比四个月的兵好 你还有些战斗技能去救他 这不是Lean Nissen 最会演 台湾国防部 然后投资的 当一年兵 比当四个月的兵 能够解救你在泰国 或者在柬埔寨 被关起来的女儿 其实都差不多 这也就是一个问题 现在影音平台 很多故事是一样 所以很多人想回去看 真实故事 这也是一个变化 所以因为AI 他就是擅长 从机有的东西中 去找出模型 所以你要请他 他编剧 你大概觉得似曾相似 但是人 或者黏土的好处 就是他能够依照 他自己独特人生 去创造从来没有的东西 就情怀 所以每个人 还在生活面上要丰富 我觉得 活着比写作重要 刚才我就这样说 对 很有趣了 就是这几年会有一个 基本上铺天盖地的变化 等到过了四五年之后 那个新的世界的图像 也许就会慢慢出来 看我还不能做 还不能做这种 还不能做传播 做传播就是 我觉得好玩 就是像我们这种老初 可以真的问你们一些事情 真的 你太客气了 老初做传播是好的 不过你这身材越来越苗条 要运动 要运动是不是 要有纪律的 其实比较好的是重训 重训 起来我都是休闲 只有重训比较辛苦 可是重训会让 因为我们这个年纪 肌肉会比较有形 这很重要 这下有没有统计 大家这个广播 这个线上用耳朵听的人 跟线上用YouTube听的人 我倒没统计 因为我 我觉得我有个个性 我做事情 我就跟错创 我没有什么分析跟大小 我可以做很大的 也可以做很小 我就只要 顺我的个性去做就好 那其他的一些 就是都是种传播模式 传播模式也没有说 有广播其实在媒体上来讲 它比 它是文字的第二个诚恳的媒体 影像不是很诚恳 你看影像的时候 你真的能够仔细听到 可广播的时候 你真的仔细听下讲话 你会真的比较知道 为什么人的 我们两个像这样对话 东秋在里面跑 其实YouTube大家会跳着看 就失去了脉络了 Hyperlink Hyperlink也可以 AI会统计 他会知道你的大数据 知道说王华喜欢什么样的Hyperlink 可是文字跟广播又不一样 尤其广播 一个人这么说话 这么问问题 他的link又不太一样 有点像一步一步的要走过这个过程 对而不是用跳 所以我喜欢 我就说话 有时候在广播世界里面 就像一堆动物 在一个声音丛林里面 互相听声音变味 有些夜盲的动物 根本看不到Matt在哪里 他要飞过去 多精彩 最后一段准备回来 大家好 我是王运忠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今天我们请到我的 我们是同性的 但是王文华大家会读书的 会累积知识的 然后对社会有很多知识向想服务的 我是老初王伟忠 你太客气了 我们两个真是完全个性 方向都不太一样 这好 对 所以这种碰撞很有意思 像这老初要问你这些 真的有知识的朋友 弟弟 但是很棒 而且你很多生活都在学习之中 不断在学习 我喜欢的就是 反正我不懂 那就请人家来聊 我一老卖老 挖一点东西 跟听众一起来分享 这才最大的智慧 最近有另外一本很畅销的书叫 我可能错了 我可能错了 他是一位瑞典的经济学家 他后来变成一位僧人到泰国去修行 他本来是什么 经济学家 OKOK 变成了一位和尚这样 那他这本书很动人 他说他学到最大的一点 就是不但被自己的念头所欺骗 而常常告诉自己 我可能错了 这就是初心 这就你应该笑称自己是老初 但这就是初心 这就是最难得的一点 这也是黏土比积木最大的优势 因为积木不断的堆叠之后 他会觉得自己就是这么雄伟壮观 但黏土才会就重来 就重来 因为我可能错了 对 你这本书里面有很多 我觉得我翻了一下后面这些东西 一些目录 看着目录就看到一个读者 他大概有什么想法 现在变化 有些东西不是王华以前会讲的 比如说锻炼下班的意识 超捷径开辟东北航道 别给生涯做规划 对 王华以前建中的 台大的 Stanford的 然后到国外公司做事的 滑迪斯奈的 然后MTV的 还有什么 从靠公司进化到靠自己 还有别经营人脉 别经营人脉 别经营了 他叫他不要经营人脉 就拿这个来讲 就跟你 跟我们所看到王华不太一样 你也不是积极 营营的去做这个 经营人脉的事情 但你的人员是不错的 每个人都说 王华你很客气 连人脉 你都说不要经营人脉 就举例子来讲 你看我们经营人脉 现在脸书 LINE让我们那么容易认识人 你的脸书可能有2000个朋友 你自己问你自己 百分之几 你有在联络 你甚至百分之几 你还记得当初怎么跟他认识的 所以所有经营人脉 不能说所有大部分经营人脉努力 最后都只在经营人数 人脉跟人数怎么差别 脉里面有血在流的 那有血在流的人际关系才有意义 纯粹只是一个名字 一个那一上面 你说那些人数都是没有血脉 都是脏笔 都是僵尸 就僵硬 就动脉硬化会导致心脏病 了解 所以你的观察是这样 你观察也是跟年轻各方面 一路以来说不太一样 自己有这样的体会 会改变人生的优先顺序不一样 对对对 我觉得有几个东西还蛮有趣 还有什么 这个厉害 小心斜杠砸魂头 不做什么更重要 斜杠是王文华一开始回台湾的时候 我跟他做台北之星 做个台北好好玩 他什么都懂 什么都知道 举了好多例子 然后他什么东西好好玩 不管是艺术的文学的各方面来讲 只为斜杠 然后大公司也不做了 出来做斜杠 应该是最最typical的斜杠青年 所以我对我自己说 你说斜杠跟不务正业差别在哪 差别在哪里 你说台湾最好的公司台积电 你知不知道他做什么 晶圆代公 非常清楚 你说王文华 你知不知道他做什么 你看你说不出来 你现在反对斜杠 可是现在很多人很迷斜杠 现在很多不玩网活干嘛 或者年轻人都迷斜杠 不是说斜杠不好 而是说当你在选择斜杠的时候 你要想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斜杠的这件事 有没有替别人创造价值 第二件事情 你斜杠这件事 有没有替你的本业创造价值 他是为你的本业加分 还是分散了你本业的能量 这是你希望提供给年轻朋友的一些参考 在这本书里面 这是我算是我个人痛苦的经验 因为后来我发现 我很多斜杠的事情 既没有为别人创造价值 也没有为本业加分 只是让我先前所讲的 那一团血肉模糊 更加的血肉模糊 可在台湾有个王文华 可以这样诚实的 跟大家分析自己的人生 因为很多人知道你 也知道你的过程 也看你的书 也是一个好事 反正这个过程都没有浪费 这都没有浪费 所以我通常写书把好的坏的 我懊悔的跟我光荣的都写进去 OK 所以你还是先天下自由而忧 后天下而乐 OK 很精彩 还是小事料料 大未必加 这本书算是一个理性跟感性的结合 有没有自己想再写一些 比较散文或小说的东西 我写了一本书 我还没有出版 是我跟我太太的故事 真的吗 对 值得看吗 我觉得你问他的话 他可能觉得不值得一看 你觉得是 他比小很多岁 所以我们是属于不同世界的人 我觉得我们的故事 有一个基本的冲突 所以我就把我们这些年的故事 把它写下来 是真实的还是 当然 当然他自己小说的形态 但是里面很多的情节 都是受到真实的启发 包括当年我们从台北到纽约 在机场碰到 我太太问我说 那个人看起来好像王伟宗 OK 然后我们以后就上AI看看 王华这本书值不值得看 可能会谈些什么样 好 谢谢 后来接着我们访问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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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血 有泪 有幻笑 有亲戚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 我希望大家来看 很有共鸣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